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又是我那个蒋健身 今天有几个有趣的新闻想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界面前最近有的Beef吧 这起Beef的主人公就是来自脚家门的掌门人 也就是阿诺好师弟的师父李亚强 还有就是来自路加门的古典Pro雷英奇 这不就是路加门大战脚家门吗 据雷英奇他本人所描述 他是中国最年轻的Pro 这位年轻气盛的Pro就因为说错了一句话 惹得脚家门阿诺的师父李亚强生气了 毕竟脚家门的掌门人是以练腿出名的 既然说脚家门的掌门人他的腿不行了 那他就要证明给年轻人知道 姜还是老的啦 因为一条评论啊 昨天被强哥开了专场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 人老嘛 腿相老 他的腿相比于他上半身差点意思 确实话说回来 年龄大了 状态下滑了 该推就推了 是得给我们年轻人一点机会了呀 那我们再去放眼整个脚家门 现在也就麦可和阿诺 他们不管是力量还是状态 是很厉害一点 当然了 如果说没有放在一起对比 我们确实也看不出来 数强数弱 那反正上海离常熟也好 能播也好 都挺近的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跟强哥请教一下 我跟你师公是同伴的 按辈分 吃饭那条小孩的一顿 虽然腿不是很强吧 但是不说全国 这样这个户我是没遇到过对手的 虽然我都懂他们俩在演剧本 可是他们俩那么认真 那么有要求 那他们就负责演 我就负责相信吧 能演的不是一个剧本 而是真正的一个beef 但是我还是想看看他们到底演的是哪一个剧本 必定脚家门的三巨头自带的流量我们不容小事 只要有脚家门的人出现 绝对可以是说票房表证 最重要的是 今年这个剧本 竟然还有陆家门成员友情客串 身为健身爱好者的我 肯定要把这套具给追下去啊 小强你终于来了等你好久了 跟你愿意愿意愿意 谢谢啊 小强没把我们当外人 冲听咱俩 那就愿意吧 现在终于搞明白了 他们演的剧竟然是黄标 单论剧本 脚家门确实牛逼 领先了整个剑美圈至少一个三年以上 剑美圈大部分大佬都是在至今狂标里的 顺者并发还有卖鱼的那一个桥段 但是脚家门就自己出了一个剧本 脚狂 不过说真的 这个剧本有点太仓促了 竟然没有拉上阿诺好师弟一份 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 不过阿诺他本人有点不可控 CPU不好使 太不稳定了他的发挥 所以经过金星设计还有大量对白的剧本 然后就上了 完全是火箭腿型 跟陈康有的比 但是可惜他就是有点比较矮 如果是放在当今古典就非常吃亏 而且真空兔府又做到不够深 加上腹肌的切磕度又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整体的古典杆气息就没那么的强了 不过还好他的胸非常的厚 肩膀又非常的宽 又是火箭腿外抛型 所以整体的X感还是非常的强的 背面如果与正面相比就显得有点逊色 整体后侧链的干度细节度都处理的不够好 下背部以下连接到他的大腿 感觉上还减到不够干 那么问题来了 雷应齐今年到底会不会付出比赛呢 雷哥网友说你不配合小罗伯比 人家都是奥赛选手 网友说的确实也对 我的成绩嘛 只不宜拿到职业卡 但是小罗伯已经上了奥赛 比我是超越了两局了 从这方面来说确实是没有得比 但你说很多人讲 如果这么拿完了职业卡就退了 你说是我想吗 我们要考虑现实一点 也就是我刚来第一年刚来上海 雷应齐他真的是一位很实在的人 比赛嘛 等有了资本 等有了条件再去比也不迟 现在有小孩又要在上海工房 真的是很难挤得处尽力去比赛的 就算是强行备赛去比赛 不见得他会全心投入 还要顾虑老婆小孩房贷吃贷 成绩嘛也就自然而然不会好 在网上许多人都说 雷应齐他本身是一名送货员出身的 能够单凭自己实力成为一名古典Pro 而且在上海拥有自己一套房 他这一点的成就还是值得我们去respect的 好了 现在我要补坑一下 因为前几天有位观众就在底下留言 要我说一说力尿剂 因为他身边的朋友好像不是备赛 而是为了爽 在他的计划里加入了力尿剂 我不是一名医生 我的解释有可能不专业 但是我还是尝试以我的角度 我的理解 去解释力尿剂吧 首先我觉得力尿剂只是仅称于胰岛树 最危险的健美选手科技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使用不恰当 或者好像使用胰岛树过量的话 有可能会当场死亡的 虽然我没有听说过使用力尿剂过度而当场死亡的 但是我听说过很多 因为长期使用力尿剂 对自己的肾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 甚至有的职业选手是已经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 有的靠终身洗肾 有的就换肾 那么利尿剂大概可以被分为两大类 就是保甲与不保甲 甲就是potation 脖内脂aldactone就是典型的保甲利尿剂 就是你吃了过后 因为它的作用就是保甲 所以你体内的甲会特别高 就导致了你sodium potation 那甲水 失衡 不保甲利尿剂 最经典的代表就是Lasex 福塞米片 这个也是许多职业健美选手 最喜欢利用的利尿剂之一了 其中一位最具代表的Tom Prince 他两颗肾都是不能用了 而且每日都要通过洗肾才能活命 Tom Prince也是去年2022年不幸去世的享年54岁 如果Chad Nicholas的客户还活着的 相信大家对他不陌生 而且在我的频道里 我也介绍过他好几次 他就是传奇人物Flex Wheeler 那么他的状况大家都懂吧 他已经是到了幻生的地步 而且到晚年的时候 由于肾发炎的缘故 所以他就不得不切除他的腿 所以利尿剂这个东西能碰就尽量不要碰 而且我刚接触健身的时候 听到有人还比赛前一周 每一天都吞了好几颗的福塞米进去 有的是甚至一天就吃了试骗 这种真的是古老 而且是不要命的做法 现在都很多科学研究了 你们就不要在一周前吃福塞米吧 拜托这一套做法已经很古老了 请你们不要再执行了 请在有经验而且专业人士的陪同下 才服用利尿剂 如果是身为一名普通健身爱好者 而且没有打比赛的 还是劝你们别以为用了利尿剂 你们的减脂速度就更加快 利尿剂的作用仅次于帮你排水而已 绝对没有达到卵脂的效果 好了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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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